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崩溃那天感觉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就像一个小赖皮一样 就赖在这个项目里边我不走了 影视圈话题不断 编剧频频收刀片 苏小院编剧有话说 这个秋天一部叫做 那年花开月正元的电视剧大火 收视率连续夺冠 观众们讨论着令人耳目一新的剧情 赞叹着主角孙力炸裂的演技 少有人会注意到 把74集的故事从无到有搭建出来的编剧 苏小院 在我的电脑里边现在是有八稿大纲 三稿分级大纲 五稿剧版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叫做飞夜 我们叫做 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压力都非常非常大 1993年苏小院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做过老师 记者 写过小说 小品 最终还是选择了编剧 这个不允许有玻璃心的高压职业 我记得非常清楚 应该是在前年的四月的一个晚上 也是在北京 那天我真就是又一稿大纲被否定了 而且我自己对那稿大纲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我觉得这个故事一定能过 结果还是被否定了 我觉得那天那种感觉就是崩溃的那天感觉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结果呢 我觉得我还记得就是第二天早上 我当时一夜为睡 然后电脑给我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 然后他安慰我鼓励我 然后呢造种就我们的总成品人造业 然后呢也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我们一起失败了那么多次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放弃我 还是愿意继续等待我 重新去找感觉 找故事的源头 然后我就觉得过了那个最崩溃的夜晚之后 感觉后面一切呢 开始慢慢好转了 包括我也好 导演也好 还有我们制片人也好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想过 这东西会怎么怎么样 我们当时想的就是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然后呢我们老老实实认真真正地去做 至于呢他能去到哪个地方 真不是我们能掌握的 从1996年第一部作品开始 苏小燕已经从业20年 每天坚持着大量的阅读和写作 有过将近20部作品 但其中能引起街头向尾热议的寥寥无几 有些甚至已无处可寻 但在访问中苏小燕似乎并不想一味诉苦 我特别喜欢我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也非常的迷惘 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办 而且那个时候呢 自己也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当时在那个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痛苦 非常非常的胶着 但是现在我回头看 我觉得其实 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我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有未来 我的未来一切 我拥有未来的一切可能 其实当你走过了这一段时间 你再往回看的话 其实这一段时间是最好的时间 那是那年花开月真元的时候 周永 星宇 周永 我这位子一定要收了你 其实在我最初下笔的时候 沈星宇是非常非常熟稠的 沈星宇一上来就喜欢上到周莹 就爱上到周莹 然后 然后孙女就问我 凭啥呀 她凭啥一上来就要喜欢我吗 然后我这个时候 我意识到我在人物树脏上是犯了 犯了 就是说实际上是 掉入了一个套路 自己偷了哪 但是呢 可能现在我能够 去享受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其实这个焦虑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我曾经这个霸道主台爱上我南海人的一个谎言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的实物 你追过她的剧 没见过她的人 孙女就问我 凭啥呀 她凭啥一上来就要喜欢我吗 一部那年花开月正元 修改十稿 跨越三载 又一稿大纲被否定了 崩溃的那天感觉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就像一个小赖皮一样 就赖在这个项目里边 我不走了 影视圈话题不断 编剧频频收刀片 苏小苑 编剧有话说 周莹她作为个体 我觉得她的色彩是非常非常明亮的 不管是她的性格也好 还是不管她 就是说不断打拼的这些声音也好 是非常明亮的 但是她身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边 那样一个环境里边 注定的有些东西 她是永远得不到的 她是 哪怕是尽在咫尺 甚至触摸到了 最终还会失去 我真不认为生活中 生活中会有霸道的总裁 爱上我的故事发声 我们生活中的女孩子 说句老实话 她们面临的压力太大了 然后在感情上呢 也会成多很多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 什么圣女啊 什么 就这些东西 可能会承担很多东西 有的时候呢 可能他们需要霸道总裁 爱上我这样一些 一些作品 来让自己轻松一下 我真觉得霸道总裁 爱上我 是个蛮骇人的一个谎言 第一方面 它可能会让 我们现在生活中 女孩子产生一种惰性 一方面呢 是在自己的这种 人生价值上 这种职业设计上 或者这种事业上 会产生一种惰性 反正有霸道总裁 帮我 我不用再去打拼 我等着他来搭救我就好了 第二方面呢 可能包括在感情上 因为霸道总裁的那种爱情 一般都是 我给你 你接受就OK了 好像在感情上 我都不用再付出 或者再去经营什么 我就可以得到一份感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骗人的 其实感情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是 势均力敌 甚至是必须是你来我往 共同付出 共同经营 可能才会有一个 比较圆满的结果的 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欢霸道总裁 爱上我这种设定 那年花开月正元 并不局限在言情戏 剧中有商场别战 有官场错节 展现的中国式关系 在当今仍然典型且流行 你干什么 放开我 那你真的要灭我吴家 动约吗 老天爷 终于出事啊 你死定了 就没想过要逃 我们吴家 不能没有他 爹 就让我们做最后一件事 我低估了这世道的黑暗残酷 他要断舍 就是自我的人 最初的时候 大家就定下了 我们要做一个格局比较大的戏 而不是一个小情小爱的戏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中国历史 它都是一个大面上的一个描述 因为在里边呢 很少有对这种小人物 这种普通民众的这种描述 这种展示 而电视剧呢 其实就是想把最普通的中国人 他们在那个年代里边的这种风貌 展现给大家 因此呢 所以说比如像赵白石的形象也好 其实是当时我查阅一些资料 确实是在那个年代里边 有一批其实是非常有能力 然后呢 非常有抱负的这种知识分子 愿意那个宗军报国 有这样的报国自治 但是呢 最终却在那样一个污浊的大环境里边 然后沉沦下去 然后呢 但是确确实实也有像周银这样的商人 或者像沈信银这样的有自知识 然后呢 会在那样的环境里边 然后清醒的认识到我们时代的局限 作为我们作为人的局限 然后开始思考一些东西 说句老实话 其实我的现在的感受 跟观众朋友的感受是一样的 我觉得里边的每个演员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不仅带来了 就是说出色的演绎的这个人物 他们甚至还带来了惊喜 如果你要说就是那种印象特别深刻 那应该这样子来讲 就是说可能这个演员过往的这种形象 过往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在这个角色上 会让我印象深刻 那就一定是于浩铭了 那就是 对于一个寡妇来说 什么罪名才死有缘故 谋杀亲夫 主角朱莹经常称呼反态角色杜明里 为明里 二人血海深仇 为何称呼如此轻易 观众们自行考证分析 尝试给出多种合理解释 苏小燕却直接说 哎呀 我好想回避这个问题了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失误 在我的剧本的前两稿里边 明里是明里 名字叫做明里 然后都是在后面一稿了 然后因为我把他的身份调成了 他从静阳出去了 然后呢 因此他就有了一个姓杜明里 然后呢 就导致后面有些时候就没改过来 这是我的一个失误 在我想象中 明里怎么对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 有丰富的表演经验的演员 来完成这个角色 但我没想到 于浩铭能把这个角色完成得这么好 之前对他的感觉 就是那快乐男生出来的 这么一个偶像 特别的开朗 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活泼阳光 我没有想到他能演出明里的这种感觉 我每天都在电视机前哭得稀里哗啦的 现在回头看我年轻时候写的电视剧 那个剧本真的是惨不忍不 在那个写作公寸当中 还是想偷懒想走神 你追过他的剧 没见过他的人 一部那年花开月正元 修改十稿跨越三载 又一稿大纲被否定了 崩溃的那天感觉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就像一个小赖皮一样 就赖在这个项目里边 我不走了 影视圈话题不断 编剧频频收刀片 苏小苑编剧有话说 采访中苏小苑直言 想成为周寅那样有故事的人 自己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一年365天 300天在家 然而在家却不能住家 其实我写作有点像 其实跟你们一样 有点像上班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早上会在一个 就是相对固定的时间起床 然后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里边 坐在这个我的书桌前面 然后到了下午大概六点钟的时候 我下班了 然后开始吃饭 然后开始锻炼 开始休息 然后如果晚上没有应酬 或者没有朋友聚会 还有一点点时间的话 然后再拿一两个小时出来写作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 就像一个像你一样 像个白领一样 像这样子在生活 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 还是想偷懒 想走神 但是我努力就是说去做 因为确实是这样子 不自律没办法 如果你在一个当月上上班 然后会有一个打卡机 管着你 然后会有一个老板 会盯着你 然后你的同事也会 也会不断地突出你 但是做编剧 只有一个人 一点点地去 安排自己的进度 安排自己的生活 确实是需要自律 苏小苑说自己喜欢八卦 八卦是对外接口 也是素材来源 写作这部戏时 她会到故事发生地 陕西东走走西逛逛 听听故事 唠唠家常 生活中朋友们 谁有了奇奇怪怪的新鲜事 也会第一个跟苏小苑分享 以前听那个 听郭德刚说相声的时候 我觉得 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相声呢 这个是看起来 好像你入门很容易 你也会说话 我也会说话 凭啥我要花钱听你说话 感觉就相声这个事 看起来很容易 只要口齿淋漓 然后反应敏捷 好像就可以入门 但是等你真正入了门之后 你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要 做到一个比较合格 比较成功的相声演员 你还有很长很长的 那个台阶在走 我觉得编剧这一行 和郭老师说的这个相声 我觉得真的有挺多 类似的地方 因为其实 平常我们在生活中 大家比如文笔好一点 作文写的好一点 或者讲故事好一点 其实这都是 都可以做编剧 都可以编故事 都可以去结构 这样的故事 但是真正做到这一行 我自己也是 真正做到这一行之后 我才发现 这里边还需要 很多很多东西 其中可能最重要的 都还不是技巧 还不是就是说 可能编剧需要的一些 遵循的一些规律 我自己感觉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阅历 像我现在回头看 我年轻时候写的电视剧 那个剧板 真的是惨不忍夺 然后呢 然后我看我20年后 20年前写的东西 的确确中间 格的最多 比如可能文笔上的差距 不是太大 然后在技巧上的差距 不是太大 但是在阅历上 对人生人性的理解上 的确是太大的差距了 你看讲好的那些 包括流电子也好 还有海燕也好 全部都是开始 出写那个 往下就开始了 然后再转个编剧 苏小燕经常感觉 写作用尽了自己所有力气 不仅前期需要 一遍遍打磨剧本 甚至拍摄过半了 她还在不断遭遇着否定 我第一搞大纲出来 然后就被全部彻底的否定了 然后我第二搞大纲出来 又被否定 然后第三搞大纲出来 又被否定 第四搞出来 又被否定 然后直到第六搞出来 然后才开始慢慢的 大家觉得 应该是这样一个故事 非常非常的 就是我现在回想那段时间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熬过来的 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继续做老师 做下去 其实也一定是个 蛮好的老师 因为我的那一届学生 他们现在都跟我保持着 很好的关系 非常喜欢我 我也很喜欢他们 然后我如果继续做记者 我相信 我也会成为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记者 但是就是偶然的 就是说在我做了十年记者以后 然后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然后一位老师跟我说 我们这儿有个锯板 想找个人再重新认一次 因为他知道我以前做过 你要不要再试一试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发现我对这个行业 既然有的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喜爱 而且我之前记者的经历也好 周老师的经历也好 然后对于我再重新做编剧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又重新回来了 这部戏三年的准备时间里 影视圈风云变幻 既有IP大热 网剧崛起 也有抄袭纠纷 抠图乱象 但苏小院的日程表里 只有那年花开岳正元 这一项内容 她承认 有好几次都觉得 这事恐怕成不了了 就我就死皮赖脸的 就张不周一天天的 继续往下写吧 其实写成什么样 都不太去管呢 然后我觉得好像 你把所有试错 把所有错误的路径走完之后 一剩下这条路 OK可以走了 真不是大家想到 好像我特别坚强 特别坚韧 然后好像很努力的 我觉得我当时就是那个字 就像一个 我不知道北方怎么讲 在普通话里边 就是我觉得在我们 那个程度话里边 我就像一个小赖皮一样 就赖在这个项目里边 我不走了 我就看 反正你们要觉得我不合适 你们把我踢走都行 但是我一定要 按照我的这个 我一定还少在这耐下去 我写下去 一部作品完成后 苏小燕会选择出门旅行 半个月内不接收任何好坏信息 目前又一部信息启动了 苏小燕笑称 面对新一轮战役 自己还是会偷达 我自己跟大家一样 在电视机前追剧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电视机前 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自己也把自己弄得特别的郁闷 其实我很感谢 我的非常懂事的孩子 还有我的非常体贴的老公 每当我在这种很狂躁 很心事底里的状态里边的时候 他们都特别的理解 特别的包容 他们甚至还会劝我 看我那么难受 那么痛苦的时候 还会劝我 要不咱们就不做嘛 不做这行呢 因为反正生活也不是什么好大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还可以做其他 稍微轻松眼的工作都可以的 其实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毫不犹豫的说不行 因为我的人生的乐趣 也在这种痛苦里边 OK好吧 所以今天时间就比较充裕了 今天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习系直通车 纷纷的年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